我覺得我是慢慢找到我自己 所以我越來越快樂 比在當歌手的時候更快樂 在角色裡面我才找到了我自己 每一個媽媽都可以重新訂做她 然後姐弟戀也不排斥 因為我畢竟妳是小姐 國民媽媽余子玉求突破 不排斥姐弟戀 畢竟我也是小姐 小王妳在幹嘛啊 妳這麼晚了跟誰去玩 妳樂樂 樂樂 就演著演著 不小心入圍了 好像有被肯定 然後也覺得 好 我不能再把它當成是玩票的 然後到電影的入門票 開始進入演電影的世界 慢慢覺得好過癮喔 拿過鏡中女配角獎 入圍過金馬原創電影歌曲 影視歌三期的余子玉 人生成就又解鎖了 這回她以電影初戀慢半拍 入圍本屆台北電影節最佳女配角 從歌手到媽媽專業戶 多虧當初被打開吸引的開關 其實我想都沒想到 我真的是誤打誤撞 然後剛好有人找我演 我覺得演第一次我就愛上了耶 因為我以前很害羞啊 別人看我會很害羞 可是當我當演員的時候 他有一個擋鍵盤 就是你們看到的是那個角色 不是我 所以我就不怕 會怕會定型嗎 定型啊 好像還好耶 曾經擔心過 現在我覺得我都 每一個媽媽都可以重新定做他 就算是媽媽 我也是不一樣的媽媽 你有 特別嗎 然後挑戰這種角色 特別嗎 什麼挑戰都可以啊 比方說 其實我還蠻想演古裝的 然後姐弟戀也不排斥 好 因為我畢竟也是小姐 你最近有特效嗎 最近沒有耶 我覺得他有沒有經歷過 一些人生的經歷 都沒關係 最主要兩個也是要聊得來 然後要幽默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 一個男生 他懂得幽默 擔當跟沒有責任心滿重要的 還沒找到對的人得救不 國民媽媽現在角色裡 找到了自己喔 因為當了演員之後 我覺得我真的 好像人生下半場變得不一樣 我也演了十幾年 二十年 我覺得我是慢慢找到我自己 所以我越來越快樂 比在當歌手的時候更快樂 因為我自己以前 不知道哪來的包袱 自己我也覺得歌手 好像又有形象 後來演一演 其實 不需要 雖然時間比較晚 我比較晚開竅 我比較晚懂得去 勇敢做我自己 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在浪費 然後一直去迎合別人 達到家人的 或是朋友的期待 就一直去做一個 好像所謂的好好小姐 以前就是怕人家看到我 看出來 我很笨 我很害羞 我很慢 我很怕人家知道我很ㄎㄧㄤ 可是我現在就是 我就是那麼ㄎㄧㄤ 我擁抱她 我覺得喜歡我的人 就會在我身邊 成為我的朋友 你好 台北 很高興買Chuli 你不會很膩 這不會很膩 不會很膩 不要嘗我的話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我沒有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 正對我讓我 很不開心 不開心 他家裡的那個喇叭 我那個飛機的 號號號號號號號 他哥最怕的 你怎麼打氣 他 他有憤怒組在裡面 打氣 那是他 像阿姨的 穿著 不是 蕃子 你選擇 我是 我 我 孭順 感谢观看